市長有那個民進黨的明代 說您以食安之品泡打中央 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們要支持基層的食安人員 食安人員不管是在各個角落 各個地方政府或是中央的食安人員 他們平常非常的認真努力 為民眾健康來把關 為食安把關 那這就是公權力 那我們一定要支持他們 那我對於中央沒有任何意見 我只是不捨我們的同仁 那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被誤解 那或者是就是被誤解 那所以我覺得昨天開始 這個副業四方副業是好事 那另外一方面呢 實在是需要堅持的 維護民眾的食安是需要堅持的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會影響到別人的利益 可能會影響到別人的利益 那所以呢 我就呼籲說 維護民眾的食安 我們一起要共同的堅持 謝謝 那盡待結果啦 謝謝 市長關於這個瘦肉精的部分 首先這個食藥鼠跟我們食安座 來進行同步這樣雙軌的這個檢驗不易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自己能到哪邊 這樣子啊 那為了就是讓社會大眾更放心 以朝公信 所以從昨天開始 那台中市政府就有邀集 包括台唐 那包括中央 以及中央指定的學者專家 一共四方 共同進行副業 那從昨天開始進行 那我相信今天應該就會有結果 那在年節前 也讓這個事情可以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那證據到哪裡 因為食安是個專業的問題 科學的問題 所以證據到哪裡 就會公佈到哪裡 讓證據說話 謝謝 昨天那個 曾子良 曾子良的說 就是我們 食藥鼠 我們要做股業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能夠提出 我們是能夠一同來參與 我們找到玩具就不會怎麼看 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副業 昨天開始進行副業的時候 那有邀請中央 一塊派員來參與 那他們有派員來 那他們也帶了學者專家來 所以呢 我們沒去 沒有辦法去 沒關係 那但是他們願意來 讓四方包括台唐 他們本身也能夠參與的話 那我們都覺得 都可以 只要大家都在 他都在 那共同了解 跑出來的數據 我覺得證據會說話 證據是最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結果 是專業的 是科學的 這個比較重要 謝謝 過程不重要 自從台唐 那麼我們驗出台唐的梅花肉片 驗出瘦肉精之後呢 這是我第一次講話 那我之前為什麼都一直沒有發表談話 因為食安檢驗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是人民食安的大事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證據到哪裡就公佈到哪裡 所以長期以來 我想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 有關於食安的檢驗和公佈都是充分的授權 食安的相關人員來進行 但是我看到這次台中市的食安人員 公佈了有關於台唐梅花肉片 檢驗出瘦肉精以後 我們的食安人員被苛責被打壓 甚至有人要告他們 我非常的不以為人 所以我不得不說幾句話 政府食安單位的成立 不管是在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 大家都會成立食安單位 尤其包括地方政府 大概直轄市都是一級處 表示對於食安的重視 成立食安單位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人民 而不是保護廠商 那麼因此有人則問 台中市政府檢驗出來以後 為什麼要公佈 為什麼要公佈得這麼快 而不讓廠商有身負的機會以後再公佈 對於這樣的指責以廠商的利益為主 而不考慮到人民的權利 我感到瞠目結舌 請問有問題的檢驗出來 不在第一時間 支持公佈人員 以增強 以增強人民對於政府執行食安的信心 這段時間 給食安處的同仁紛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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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政府要審慎的處理 他不理解台中市政府公布的考量 不過蔣萬市長是聲援台中市政府 認為說中央聽到哨音就應該要警覺 而不是讓吹哨聲 敬聲市長不看 西北市在一個時間 就嚴格落實去稽查 也採取預防性的下降 我們 在短暖的幾天當中 就清查了60家的 賣財分超市 同時檢驗跟 台唐、弱品有關係的 16件 那目前這16件都在檢驗當中 一切的檢驗 過程都按照食藥室 所制定的方法 來檢驗 尤其我們面對 所有檢驗的過程 我們一致性的採取 務實與性 我們很清楚的用 檢驗的方式來嚴格的 把關 希望讓國人 有一個食安的安全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中央跟地方面對食安的問題 大家要採取一致性的態度 嚴格的做好把關